最近都庚的议题蛮热的 像是西门町知名的老店雪王冰淇淋 后面的200瓶空地 以12亿8千万元公开标售 以后可以打造商务旅馆或者是住宅 西门町周边不少知名的店家都传出来都庚的消息 之前明星咖啡馆说因为都庚可能要走入历史 不过最近传出来同意的户数没有达到门槛 所以目前暂缓 但盒色冰淇淋里头一块块的可不是桂圆 而是猪皮 推出猪脚麻油鸡等特殊口味 西门町这家老字号传统冰店总是挤满人 但传出附近住宅考虑加入都庚 民众就怕这怪怪冰的好滋味 未来恐怕找不到 有听说附近要都庚是不是 有有有听说 可是会担心说这些就是冰吃不到 对对对因为他们的冰蛮好吃的 知名冰店传出附近要都庚 但是后方的土地先公开标售试水温 后方这块土地确定12.8一起标 未来这里可能是高级住宅或是高级商旅 就是这块200坪空地 楼底板面积能盖量千坪 一说要飙售已经吸引不少建商询问 房仲透露雪王冰淇淋店目前没有要加入都庚 但周边不少住宅已经加入 可以看得出西门町周边土地交易相对热络 古昌街另一头知名明星咖啡店 正一整排老旧房屋 三年前一度也传出都庚走入历史 就连原本的排骨大王都先迁移到新据点重新开张 旁边专卖生活杂货的商店 连招牌都写上都庚两个字 不同意处数没有达到门槛 因此目前暂缓都庚 那个要慢慢谈啊 应该会啦 就是说也要慢慢谈吧 新旧交杂的西门町商圈 都庚后会有新面貌 但很多民众来说 担心的不是西门町的老滋味 会不会因为都市更新越来越少 记者吴嘉雯全家台北采访报道